金毛皮皮的视频发出后 在评论区和私信里引发了一些讨论 有两个问题是被提及最多的 一是遛狗牵绳 二是能不能吃狗肉 那我就解答一下我理解的这两个问题 在说这两个问题之前 我要明确说一下 金毛皮皮的悲剧 跟是否牵绳并没有必然联系 如果一个穿着性感的女孩被强奸了 你不去谴责强奸犯 而要怪女孩的穿着有问题 那我只能说你的是非观出问题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理性分辨 六狗牵绳在我看来 是一个蚕食官最基本的素养 如果没有这个意识 根本不配养狗 但是牵引也不是无时无刻的 首先我们要知道六狗牵绳 一是不容易使狗狗走丢 二是让不了解狗的人 不用担心被咬的风险 所以带狗狗外出时 才必须带牵绳 立人立己 那什么情况下不用牵引呢 现在一般小区里 都有一个猛宠专区 在这个区域里 当你完全了解你的狗狗习性 可以一觉变回时 完全可以松开牵引绳 毕竟狗狗也需要一定的自由活动 我每次遛霹雳时 也是把霹雳迁到猛宠区 然后让它自由活动 还有就是像我们这些 羊狗很多年的人 都有半夜遛狗的习惯 这时小区里一般没有人了 在可控范围内 也可以松开牵引绳 让狗狗自由活动一会 除了以上两种情况外 我认为带狗狗出现在 任何公共场所 都必须带上牵引绳 还有食变器也应该随身带着 蚕食官之名就是这么来的 没有食变器的羊宠人 不是一名真正合格的蚕食官 对于吃狗肉的问题 理性来说 只要是通过 简易合格的正规渠道而来的 别人吃狗肉确实是个人自由 所谓法无禁止即为可 所以任何人都无权干涉别人吃狗肉 但是什么是宠物伴侣 什么是吃的肉 这个要分清 有些人肯定要杠 猪牛羊也是动物 凭什么要被吃 在天使比格犬那期视频 我就说过 每个生物都有它的使命 在宠物店的比格犬的使命 就是作为宠物伴侣 在实验室的比格犬的使命 就是作为实验犬 这样有作为宠物伴侣的 所有人都没有资格责备人类的残忍 因为我们都是受益者 所以我们更应该敬畏生命 如果让我说 我是反对吃猫肉狗肉的 因为猫狗已经被绝大多数人 默认就是作为宠物伴侣而生的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才导致因为吃猫肉狗肉 而引发的一些事件 好在上个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公告 有望制定出台动保法 这真的可以有效制约 虐待动物的行为发生 有大聪明可能会说 早就有动保法了 你确定那真的是 我们所说的动保法吗 实际上是野生动物保护法 并不是反虐待动物保护法 下期视频就说说 出台动保法的意义 到底有多大 我是霹雳心爹 有问题评论区 at我 Respite